二年级科学,第六单元,光和暗 同学们好,我是黄老师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光的来源 有一天晚上,明华、姐姐和爸爸在客厅里阅读 突然 谁踩到我的脚? 哎哟,停电 妈妈拿着蜡烛走进客厅 爸爸也亮起了手电筒 姐姐用手电筒照向明华 明华被墙上的黑影吓着了 这团黑影是什么? 停电时能用哪些物体来照明 在光亮和黑暗中阅读有什么差别呢? 同学们,白天的时候我们到户外需要开灯吗? 不需要,对吗? 为什么不需要呢? 因为外面已经很亮了 那为什么不开灯也很亮呢? 因为有太阳的光 白天在户外的光源是阳光 那什么是光源呢? 光源就是能发光的物体 今天晚上是明华的生日会 我们来看看这场生日会里 有哪一些物体是光源呢? 哪一些物体是会发光的呢? 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手电筒 有路灯 灯泡 煤油灯 蜡烛的火 还有妈妈在厨房里打开煤气炉的时候 在煮东西的时候 就会有炉火 诶,老师 月亮也会发光啊 为什么月亮不是光源呢? 好,我们来听听月亮怎么说 嗨,同学们 我是月亮 很多人以为我会发光 我不会发光 其实我的光是反射太阳的光哦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看 在我们的生活里 还有哪一些是光源呢? 日常生活中的光源 日光灯 灯管 路灯 打火机 桌灯 电视机 车灯 手机 投影机 接下来我们看看科学活动本里的内容 科学活动本 第38面 A 找出 图中会发光的物体 然后 涂上颜色 那同学们 这边有一个关键词 涂上颜色 同学们 在这一个图里面 找一下 有什么是光源 那就把它涂上颜色 好 举个例子说 那这边呢 有一个大人 他的手上 拿着手电筒 是会发光的 对吗? 所以同学们呢 就把这一个手电筒 涂上颜色 手电筒的 这个东西 你要涂上颜色 还有它所发出来的光线 也涂上颜色 明白吗? 同学 好 那 这个车灯也是一样 灯的部分涂上颜色 光的部分也涂上颜色 然后刚才月亮讲了 它其实不是自己发光 对吗? 它是反射太阳的光 所以月亮就不可以涂上颜色 好吗? 同学们来找一下 还有哪一些是光源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面 第39面 哪些是光源 完成思维导图 好 那 这一个呢 气泡图 那气泡图呢 的中间 气泡图的中间 我们要写上它的主题 那 这一个图的主题就叫做 光源 叫做光源 那你们就写光源 然后呢 在这十个图片里面 有五个是光源 一 二 三 四 五 那 那有五个不是光源 那我们把是光源的这一些物体呢 它的名字就写在这五个气泡里面 明白吗? 同学 好 那我们这一集的科学教学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 今天的科学教学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我们下次见 请订阅 我订阅